嗨大家好,我是Kevin 前幾次的魯夫開箱 我有說我不能再買玩具了 因為房間沒位置放了 結果前幾天就發現 我在去年大概七八月的時候有訂一隻玩具 完全忘了這件事情 然後剛好上個禮拜到了 沒關係 難免嘛,有時候買東西會忘記嘛 而且這次的玩具還蠻特別的 所以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東西就在這邊 然後再加一個小盒子 其實我也以為它會比較搭 沒差,來開箱吧 即將揭曉 好可愛喔 沒錯,我這次買的呢 就是 悟天克斯的那個貴婚 悟天克斯這個角色就是 悟空的小孩 悟天 以及達爾的小孩 特蘭克斯 他們在浦屋那時候合體的 對 不是不是這個合體 是那個 那個的合體 對 然後 變出來的 悟天克斯 然後就他們絕招裡面的一個鬼魂 叫做 神風鬼吧 我記得 對 然後 是個夜燈 喔 很酷 喔 還不錯的感覺耶 各位觀眾 其實這實體 我還蠻驚訝的耶 就是真的還蠻驚訝 它頭髮刻得好細喔 它頭髮是真的連那些紋路都有刻出來耶 就是 他們 嚇人的紋路 然後呢 這個小夜燈啊 它是用 USB來來充電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 充電後長怎樣吧 好,那我們點亮它 好,剛剛它的亮度我們稍微測試了一下 其實 蠻出乎我意料的亮耶 就是 真的蠻亮的 而且竟然還有三段式 我完全是 出乎 意料我本來以為就是 一個燈亮在那邊 然後還沒有很亮 結果超亮 還分亮 超亮 超超亮 蠻划算的 這個我那時候買好像是 650啦 然後是跟一個FB的社團買的 這個現在買的話 可能要去淘寶或是蝦皮 找找看的 不過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說它的塗裝啊 像是這邊 舌頭的部分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有一點 辣茶 然後還有 頭髮的部分 也是一點點的 辣茶 不過影片好像看不出來啦 很小啦 無傷大雅 不過就是 有點美中不足這樣 那有建於我們的頻道嘛 穿搭頻道 我們每次都要來看一下公仔的創搭 好那今天開箱到這 就是稍微的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可愛的小夜燈 霧天克斯的 神風鬼魂 那如果你剛好房間也缺一個夜燈啊 然後你也是七龍珠迷的話 這個 還不錯 考慮一下囉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幫你喜歡 那邊要訂閱我的頻道還有IG 那我任何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你們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